如果你是以為屬於自己的 或是沒有主人的 許了便是錯想 就是我們自己觀念上面的錯誤嘛 明明有人的 你為什麼認為沒有人的 那如果明知道是屬於他人的東西 還故意去偷到 當然就所謂的不錯想 就是故意而為 那就是你本身換了這個行為 偷到時候跟貪、撐、吃 哪一個煩惱相應 叫做心態上面的煩惱想 所以有時候偷到呢 也會有那種想法 因為貪嘛我很喜歡 就我拿了就是跟貪相應 貪的煩惱相應 我看到這個東西我很討厭 我就是不要拿在這邊 所以我就把它拿開 就是所謂的撐嘛 吃呢 就明明吃別人的東西 可是呢你明明知道 也知道不該拿 可是你就沒有辦法禁止你的欲望 所以就吃 沒有辦法控制你的行為 那下面提到說 第三項裡面的加行是偷到的方式 那偷到的方式又分為能加行跟加行體 能加行是指造作的行為啦 這個造作的行為是你自己做呢 還叫別人做呢 同樣呢都換到偷到罪 那加行體呢是一個造作的方式 就是你用什麼方式來達到你偷到的目的 所以你是弄搶的呢 安安的偷呢 或用借貸呢 借貸以後不緩啊 那也算是偷到 或者是人家寄存的東西 你把它佔為己有就是偷到 那用種種水 手段呢 偽詐欺狂 將借貸惡心吞沒或寄存 物呢霸佔不還 這個都算是偷到 所以不用動機是為了自利還是利他 都讓對方耗損都成為偷到罪 這個偷到如果要仔細說 當然很細 在五戒裡面特別提到說 如果我記住六種姻緣 便成立偷到的根本罪 是不通懺悔的 在我們戒法裡面 殺到贏忘都是不通懺悔 不管是在家出家都是一樣 所以不通懺悔就是 你既然偷了 眾男懺悔你的業還是存在 只會呢 因為你的心態不同啊 在受暴的時候 也許會重罪輕受 但是業是沒有辦法消的 就像菩薩呢 眾男為了救人而殺人 他的殺業一定要受暴 但是因為他的慈悲心 尤其他是重罪輕受 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他一樣要受保 就是在五戒裡面 他為什麼不通懺悔的理由 那五戒中東提到說 有下列起的條件呢 都算是偷到啊 屬於他人的財物 第二個呢 是他悟想 知道是屬於他的財物 但是呢不錯想 就明明知道呢 可是呢 你就當作呢 不是他的 起的偷到的意念 還有用種種的方法 來達到偷到的目的 第五項呢 是在早期 因為印度規定 只要偷到五錢以上 就是患死罪 那佛陀呢 就依照這個方法來制定 偷到五錢以上 就成為重罪不可悔 但是現在呢 時代變遷了 這個偷錢 怎麼樣才叫定罪呢 是很難說的 那要看看對方啊 有時候錢在馬路上 一塊錢都沒有人捡 五塊錢也沒有人捡 十塊錢也沒有人捡 所以現在你說偷到罪 除非對方去告你啊 不然很多呢 私下都可以解決啦 但是我們 媳婦人最終是心念問題嘛 我們不可以貪小便宜 因為其實我們的最大毛病是什麼 不是想要偷 就是貪小便宜 我們有沒有 這菜市場最容易看得出來啦 對不對 明明呢 選給人家了 哎呀這個呢 這個再送我一下啦 哎呀你多一個那個什麼 薑啊給我一下啦 有沒有 啊有時候呢 人家已經趁好了 哎呀這好我啊 你就自己拿就走了 就是喜歡貪小便宜 那這種其實也是有偷盜的心態 喜歡占小便宜一樣啊 你這個夜你下輩子還是這樣啊 你的福德音樂智慧是開不了的 比方說啊這個只是小事情而已啊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很多人很喜歡貪小便宜 這個都是煩惱喜情 所以我們自己如果不能開發自合 我自己要自我檢討 還有吧 偷盜的東西呢 以你本來的地方都算是偷盜 你看有這六項 之後他就特別提到說 只要六言記住 不論是你自己去偷 教人家偷 或者是派遣人家去偷 或者是用別的手段呢去搶 乃及呢是輕慢啊 比如說老師取學生的東西 父母取兒女的東西 上司呢拿部署的東西 官員呢取百姓的東西 你看喔這個都叫做偷啊 上上下下啊 我們有很多的行為 自己都要負責的啊 我有詐稱他名字取 還有假稱說某人的藥 其實是你要的啊 這個本身也是偷盜 強奪或者是受懼取 別人呢寄存東西 可是呢你故意不還給人家 也算是偷盜 那關於偷盜被這一世呢 窮困身心不安樂 而且惡名惡見署 有這些種種的果報啊 在葉報差別經裡面又提到說 有十種葉能夠讓我們眾生得少之聲報啊 因為既然提到偷盜 從這個因果來說 你偷盜的人當然你 嚴重的人就會很貧窮啊 這是必然的啊 照妹的那一句話不是說了嗎 你偷別人的東西 用什麼方式 什麼心態 什麼行為 都跟我們今生 一些因緣記憶都是有關係的 這葉報差別經呢 又要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在今生裡面 自己的資深物質的生活用品啊 生活上面啊 不如別人 因為我們曾經造十種葉 那這十種葉呢 當然跟前面的有很多是相似的 第一個是行偷盜 第二個欠他偷盜 第三呢 讚嘆偷盜 第四呢 見到歡喜 這個自行偷盜當然不可以 欠人家偷盜 當然也不行 讚嘆呢 你偷得很好 那就很難說了 因為我們早期很多的父母啊 那個小孩子不懂 就會在隔壁啊 去拿人家的水 帶人家的水果啊 你說哎呀 你真厚喔 你才會去頒這個 可是這個語音是別人的 這父母從來沒有檢 沒有在行為上面去糾正說 別人的東西 為什麼你可以隨便亂拿 是不可以的 可是你在行為上面就說 哎呀 你很好啊 哎呀 你真厚喔 你怎麼可以拿得到啊 好 很簡單啊 你讚嘆他偷別人的東西 從小東西小時候開始偷到大的 讓他偷大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常常在無意之間說的話 就會影響到小孩子的心態 所以讚嘆偷到呢 也許我們都會煩啊 因為我們小心眼 貪小便宜 對自己的家人就會有這種心態 所以以上四個呢 其實有關於偷到 不論是自己偷 欠人家偷 讚嘆 偷的行為 或見偷而新增歡喜 都會遭得貧窮的果報 那第五呢 就跟上面的有點不太一樣了 他說在父母的地方 本來是我們的恩田 應該要念恩報恩 來種植福田 那如今呢 非但不孝敬父母 反而減少撤銷 他們生活上所需的物質 也沒有常常去服侍 在眼影上面呢 也不常常請安 在音樂上面呢 也不會失念父母的安康 本身也會獲得資深報 就是生活物質方面比較少 應該是現在的社會 有很多是這樣啦 所以現在不是很多養老業嗎 這個因為時代嘛 所以現在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對父母不恭敬 會常服侍 會常常請安 沒有想父母的念頭 因為你沒有在父母身上 行孝 行孝本身也是一項的福德 當然這一方面 就沒有一些福德 果報 這個地方本來是我們的恩田 應該要念恩報恩 來種植福田 那如今呢 非但不孝敬父母 反而減少撤銷他們 生活上所需的物質 也沒有常常去服侍齁 在眼影上面呢 也不常常請安 在音樂上面呢 也不會思念父母的安康 本身也會獲得資深報 就是生活物質方面比較少 應該是現在的社會 有很多是這樣啦 所以現在不是很多搖腦業嗎 這個因為時代嘛 所以現在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對父母不恭敬 不常服侍 不常常請安 沒有想住你的念頭 因為你沒有在父母身上 行校 行校本身也是一項的福德 當然這一方面 就沒有一些福德果報 第六項裡面 他指的是不供養三寶啦 不供養父母 不供養師長 當然對於眾生也不不思 反而呢 掠奪他們的財務 是這個意思啦 所以整個呢 第六來說 每一個人 為什麼要故事 為什麼要故事 這個故事的對象 故事只有三寶 你對一切的眾生 父母 滿心理師長 這個我們都可以故事啦 故事就是隨喜嘛 你有你就一樣跟他分享啊 你給他呢 在生活上各方面來說 都可以有基本的滿足 這也是一種修福報嘛 第七呢 見他得利 心不歡喜 這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嫉妒心 所以看到別人獲得利益的時候 無法升起隨喜心 而心不歡喜 你看到呢 你討厭的人 升官發財 你會不會歡喜啊 我一般是不會歡喜的 但是我們在心態上面 一定要修正 別人有別人的福報啊 我們呢 要照顧這個法生會面 就是我們的心念很重要 一個人的心念是會影響 一個人的行為 一個人的福德智慧的 我中華呢 對方呢 我很討厭他 可是他為什麼福德因緣很好 你在過去有故事啊 那是過去他所種的 陰啊 今生得到的果 不要從今生的相上面去批評 還有我們呢 對任何人都不要起誠心 你恨他 你希望下輩子再牽扯不清啊 通常你恨他是恨不得 我們不要呢 再劍套他對不對 永遠的都不要接觸 如果你要這樣子的話呢 就要改變你當下的惡源 正恩心不可以起 第二個呢 要轉變自己的心態 消除彼此的音樂 才有辦法呢 讓我們面對 對你不好的人也好啦 傷害你的人也好 放下呢 那一顆怨恨的青 那當然從這個角度來說 他說嫉妒 嫉妒也是一種很大的煩惱 這是也不可以有的 第八呢 葬他得利 為作流難 見到他人有利可圖 變百般的阻撓 障礙使他無法獲得利益 我們說這個也是小心眼嘛 嫉妒心的奏歲啊 第九 見他行思沒有隨喜的心 那個都是在心態上面不健康 我們就是因為心態上面 常常有這些毛病 他會障礙我們修復的智慧 偶爾為什麼要送這個鑰匙巾 讓我們身心都健康了 不是身體健康而已 最主要是心要健康 心沒有健康了身體就不會健康 心沒有健康智慧就不可能增長 所以這邊呢 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在一個心念上面 都能夠轉成正念 歷史呢 見識積景 心目靈敏而生歡喜 所以看到這個世間還有很多人呢 招饑飢 沒有東西吃 就覺得很慶幸 你看啊 我都沒有這樣 你們就是這樣 表示你們福的音樂很差 心裡面有一種 繳純繳心的心 那也是不行 因為你有這種繳心的心 下次就換到你啦 世間的音樂是很難說的 所以在修閒上面 為什麼提這麼多 哎呀都是心念啊 心念的造作啊 聽下面呢 欲邪行就是邪移嘛 在家的菩薩就是邪癮 出家就是不便 然後這邊的邪癮 當然也是就四個方面 比如說是啊 還有一個心態啦 或者是方式啦 或者是怎麼樣做呢 就是完成這件事情的業 所以他也是從四個角度 那世上面呢 來說不一行邪癮的對象 不一行的部位處所及時間 在四項上就分為這四項 因為在家的菩薩啊 有在家的生活 那為什麼會家庭出問題 就是你基本上呢 不應該行為的對象 甚至於時間處所 那義樂當然我們跟前面的 殺生啊偷盜是一樣的 就分為你當下的觀念 或者是跟哪一個念頭貪嗔痴的 煩惱法相應 等起呢 就同時有這種淫欲的欲望 那這個行為就造作了 加行呢就是一個邪行的方式 到究竟呢就完成這件事情 我要提醒的一個就是 正受了一天一夜的八觀再見 應該說八觀再見是實際受職 出家的戒法的功德 應該要住在寺廟 而且是一天一夜 但是現在因為方便大家的生活 所以通常是早上來晚上回去 對不對 那受職八觀再見的人 晚上你整天你就必須要清淨 如果你整天不清淨 今天的功德就不能圓滿 在十善夜道經又提到說 如果遠離這個邪行 可以得到四種的智慧 自所佔法 那哪四種呢 如果我們遠離邪行 諸根就可以調順 就是我們六根就可以調何安順 第二呢 勇於仙調 邪行的人 為什麼我們遠離當下會六根安順 因為一個人的 慾望會帶動你所有六根的造作 佛祖在經理裡面說 愛不重不生縮伯嘛 縮伯的眾生呢 都是愛染心很重 所以如果沒有出愛染心 我們福德之慰是不容易增長的 所以六根一個慾望呢 就會帶動你六根的造作 那你慾望沒有了 當然六根那自然就可以核順嘛 所以第二項他提到說 勇於仙調 因為你六根調順了 不管是在眼裡在你身心 所有這些煩惱法就不會產生嘛 心不會產生 心神不靈 身體呢不會調動 就是那個我們說造動不安啊 語言上面如果沒有 如果說沒有這個慾望呢 你在言語上面 你就懂得分寸 就不會有一些喧料 說那些不該說的話 所以我們所有的心內行為的造作 其實跟我們的慾望 都是有相關的 那第三呢 他說世所稱叹 我們世間 能夠遠離邪行 人家就會讚嘆你是賢妻良美啊 我倒覺得從一個佛教修持的立場來說 那是一個人的品德問題 欲望少你就會有處理心 你有處理心你智慧福德就會開發 不一定外在的對你的讚嘆 因為外在的讚嘆 傳統是傳統方式裡面一種束縛 為了呢 取得一個就是什麼真理裂腹 我常常看到很多那個傳統的小說 傳統的民間故事 以前那16歲就結婚了 17歲就一年而已 這個先生就暴斃 那你想想看他要所寡一生 不見得他生活上面佛教都會支持 他要苦一生 他得到說哎呀他是一個真女裂腹 我覺得可以有用不同的生活方式吧 現在呢跟我們一樣單身貴族很多對不對 跟我們一樣單身貴族 但是你不定出家啊 你也可以做單身貴族嗎 這是每一個人自活的生活方式的一個價值觀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最後呢請我們所有的菩薩我們一起來功德 驗文法功德 莊嚴佛祭土 上報是從恩 下祭山土苦 所有見聞者 西發菩提心 身後橫清淨 三丈系消除 深圳常見佛 處處橫文法 同然智慧登 普照與法界 圓滿佛菩提 同歸無上果 更願所言所行所失 慈悲使者騙法界 幸福絕緣立人天 殘敬見恨平等忍 慚愧感恩大怨心